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講一講 和鍾索和我們的觀眾朋友講一講福祉快樂 我們今天講三個話題 一個是上海風神 一個是香港的選舉 和烏克蘭的戰爭的發展 首先講一講上海風神 布希 泱泱的大上海 是中國大陸的金融中心 一風神 令到整個上海都變成了一個死神 淪陷的 另外風神封到民怨沸騰 整個上海人民傳出很多個路 就是他們饑荒 肚餓得很淒涼 那種檢況 其實怎樣看這個風神的前景 和風神背後的原因呢? 我想封城在國內不是第一次的 它之前據說武漢初初八月的時候都封了幾十天 然後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較多就是西安封城 因為西安都有過千萬城市 封了之後出現了一些西安十天的文章 對西安被封城那段時間有人得不到合適結疑 死亡 有未必流產 這些都講了很多出來的 但是這次上海的情況更加極端了 第一就是封城的安排就真的是有種急轉彎 初初就說上海的意義不得對於國內經濟 對於全世界都很影響 那就不應該封上海這樣 似乎初初以為都是這樣 誰知道後來就一爆得洗利 那封就分兩階段封 先封瀑東再封瀑西 誰知道後來又再變成一次過全面的封 這個封就第一出現了一些急劇的 比較戲劇性的轉變 在觀念上 因為大家都以為經歷過西安封城 以及譬如鄭州 天津那些封城之後 吸收了教訓 他們用了所謂的動態清明這個概念 就會對封城的做法和措施就會較為寬鬆一點的 再加上這個是上海 誰知道不但沒有寬鬆到 還更加嚴厲 這個第一個問題 還有經過一些周折和轉變 第二呢 就上海的城市比西安更加大 西安都是千多萬人口 但是上海就2500多萬 人口等於一個澳洲 等於多於台灣這樣 再加上上海就是一個口岸城市來的 相當之多外國的人 還有有外國聯繫的工作人員在那裡做事 他們都比較習慣把上海的情況向外宣示的 所以西安封城就很難做到 上海封城就很難做到像西安或者鄭州那些那樣 大家都合作 還有沒有什麼軟然 但是這次呢 就是流出來的資料相當之多了 再加上呢 要封2500多萬人的城市呢 你知道那個工程就是相當之浩大 而封的時候呢 很明顯是相當之急 所以很多後勤的支援那些東西呢 就全部都還沒做好的 那我們這段時間看到很多不同的片段 錄音 以至相片 也有文章都有了 那譬如說那些方艙醫院 原來那些車車車載那些人過去方艙醫院 那那些方艙醫院呢 工程還在進行著 那些方艙醫院呢 工程還在進行著 到被人進去住的時候呢 裡面那些建築廢料都被清理 裡面的抽水馬桶呢 就有一千人只有一個 叫做有 那麼水都沒有的 那樣 發出惡臭那樣 那麼這些都是一些實際的恐怖的一些畫面 再加上就是 除了方艙醫院之外 在長期 長期有超過兩個星期的 甚至有些小區 原來三月中已經開始封了 那麼在長期封禁的情況下呢 物資就跟不上 那麼那些人呢 也都程序上很大壓力 那變成了出現了很多零零星星的事件 包括了有人自殺啦 有人情緒似乎是失控啦 那麼也都有個別事件是跟那些檢疫人員 就是出現武力衝突啦 衝擊他們的防線啦 甚至有些小規模的社區起控啦 一起敲羅敲鼓啦 大家喊口號啦 甚至是有人走出街衝破這個檢疫人員的防線 造成一些小規模的地區衝突和騷亂啦 那麼 跟著下來也揭發了有些人是餓死啦 那麼這個真是很非而所思 在上海這個全國第一的經濟城市竟然有人會餓死 那些物資很貴啦 二千塊買跟菜啦 有很多東西跟不上去啦 那麼 出現了很多就是令人很難想像的行為 包括了就是要檢疫的機構 是強制一些民居啦 作為隔離設施啦 將裡面住的人暴力的趕走啦 將很多所謂被檢測的浩陽性那些呢 是用極之粗暴的戴上車 然後送去檢疫的地方或者方艙醫院啦 那麼這些畫面呢 就差不多天天都有很多 在網上流傳 就是我相信國內政府呢 現在的路上載了他 會給他去的 然後他 會給他去的 所以它們的情況就變成了 是比西安那次更加透明 高公開地 給很多人看到啦 再加上上海人 似乎比西安人更加積極地向外面 講述他們的情況啦 那麼所以呢 就那個情況相當的惡劣 那麼 但是 但是似乎現在北京當局呢 似乎都是要堅持到底啦 所以就造成的衝突的矛盾就越來越明顯 而長時間的隔離之後 封城之後整個經濟活動物資供應 以致人的情緒負面效果逐步湧現 所以情況似乎都相當惡劣 現在又聽說可能很快就會考慮局部解封 但是你看到公佈的數字 每天只有上海 每天還有一千多個個案 還有近二萬個無精狀的感染個案 其實那個感染數字是沒有減低的 如果感染數字沒有減低 你說可以逐步解封的話 那跟當初為什麼要封 就是很矛盾了 所以這個也挺難解答的一個矛盾點來的 所以我想上海今時今日做到這麼形勢 這麼複雜 這麼混亂 甚至這麼多不同的事件發生 我相信無論如何對這個北京的權威都是一種很大的衝擊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叫一些可以說在國內來講 相當於離經半道的口號已經 也都有人說要追究一些官員 紛紛向外求助 有人就已經為了申請移民了 當然申請移民是否申請到 另一回事 但是很多人說申請移民了 也有很多文章去講 甚至是質疑這套清零政策那種不合理的地方 有很多人 有一些學者專家都認為根本做不到這樣 我相信這些全部都是這次在上海 比起西安 比起其他地方更加強烈的反應 這個對於西方社會 還有國內人士 去怎麼看清零這個政策 都有一種很重要 很有意義的影響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還未完 可能跟著還有一些後果 包括了有沒有官員要負責呢 或者說會不會令北京當局真的被迫要檢討 如果現在這套清零政策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根本從無效益 也會解決不了問題 會不會真的有一個鬆動呢 這些就立刻看下去了 上海是一個中國的金融中心 和一個經濟的城市 它這麼有風化 會不會令到之後都報香港的後塵呢 令到它的經濟沒有了生命力 令到上海的經濟 就是愛知要賜酒 人才要酒 出現都是類似香港那樣的酒人 或者是移民潮 當然 我常常都說 你說要酒而已 那酒其實要做很多事的 要放棄很多事 要找到機會 找到機會讓你走而已 那所以由想酒 到走得掉 中間需要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不會說 今天想酒 明天就發生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你要想走也不是你說走就走的 都有人肯收你而已 現在國際社會的情況 對中國基本上都相當顧慮 所以到今時今日 要移民離開中國去別的地方 要找人收 比以前是困難了 這個第二點 所以也有部分人可能只是意氣說話 因為離開了上海之後 是不是可以維持到原有生活方式 做原本會做的事 這個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移民就不是說你想走就走的 不過上海這次封城搞到這樣 自然就肯定對經濟很大損害了 這個也不要說會不會像香港那樣 就是本身上海是一個很獨特的城市 它雖然未至於像香港那樣 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也沒有國兩制 沒有香港一套的法制 但是上海的經濟作用就相當大的 它本身有2500多萬人口 這個人口數是香港的三倍多 第二 它簡直是長三角地區的一個 整個經濟板塊的一個龍頭城市來的 而且它這個龍頭城市的輻射面 不僅是長三角地區的 就是你附近的杭州 蘇州 浙江 很多地區的經濟都是以上海作為一個中心點 上海的經濟輻射面甚至去了華北地區的 就是說華北地區的很多出口 商業 出口貿易 進口 實際上都是在上海做第一港的 所以上海的政治和經濟角色 先說一下經濟角色 經濟角色是很重要的 它是遠比 如果以二六總量去計的話 它是比香港還要大的 而甚至是東三省部分地區的那些經濟活動 都要透過上海幫它做這個處理的 所以上海封城一段時間 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說是很難估計 肯定是天文數字 大家記得深圳封了一段時間 六天 都花了 不見了幾百億 已經有六百多億 可想而知 那個經濟損失很大的 上海的情況更加龐大 這是第一點 上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城市 當然它經濟為主 但是大家知道上海有很多 就是退休之後的高級高級幹部 甚至國家領導人呢 都是以上海作為長期居住的地方 他們未必一定會留在北京的 那麼政治上也有所謂上海幫 上海幫就是和這個北京中央當局的一些 被傳聞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的 就是這次你將上海搞成這樣 我相信難免會引致上海的一些 就是老幹部啦 或者上海幫的人呢 是會重新思考 究竟北京現在這個中央政府 是不是真的這麼可靠和這麼可依賴呢 那麼這個肯定會有一些更加長遠的政治後果 因為這次對於很多上海人來講 生活上海人來講 就是這次抗疫造成的種種問題 就是真的有處呼之痛的 那麼所以不排除這次上海封城搞出這個 這麼大的頭髮呢 會成為了上海 或者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一些政治問題 政治爭議的一個很主要的最焦點的 那麼所以那個影響從經濟上已經講了 現在講政治上也可以講的可大可小 就是權利爭道還權利爭道 但是我們看到的畫面就是一些 上海人在街上 跪在那裡呼天搶地 對 沒錯 有一些要徵收人家的房子 作為一個公寓 作為一個好像可能是 防疫抗疫的地點 將那些人不斷推走它 就搶著人家的房子 記得不走就強迫人家走 還有一些視頻就是一些 上海人就叫警察 你不如你抓了我吧 我只是想保育而已 那傳出的上海人 每天都是在那裡看著雪櫃裡面 還有多少東西吃 每天在那裡網購的東西 還有那些網購不見了 那些豬肉在那裡呼籲 我的豬肉不見了 錢大家如果看到就還給我 我真的很多人沒有吃肉 這個好像幾多年前 幾十年前的一個 這個抗疫的政策 很難用語言去言用 現在最新的消息 博士都知道西安封完之後 又封了 這大城市都有封 所以這個封城的青年的政策 可能對中國的堅定 會帶來一個很巨大的一個後果 博士 事實上是 因為我很早就說了 這種這麼強力的封城 除了帶來很嚴重的經濟損失之外 它最大作用就是找到一些所謂感染者 還有將這些所謂傳播鏈截斷 但是當你的市裡面 或者地區裡面 已經有幾千個 甚至過萬個感染者的時候 那個感染源頭 和那個傳播鏈已經有很多條了 所以你再透過 就是圍城 封城 然後去強檢 能夠產生的醫療作用 就小得很緊要了 除非你真是全世界這麼快 也都一段時間 與對外絕交而已 如果不是的話 是沒有壓下清到零的 但是似乎這個看法 就北京不同意了 所以他們都繼續堅持清零 而這次它一直有段時間 甚至以這個清零政策 作為制度優越的一個證據 但是現在面對Omicron 這個傳播快 但是殺傷力低的病毒 然後圍城 封城 來抗疫這個策略 似乎不是很成功 所以才出現 近日上海的爆發情況 都相當之嚴重 千多個二萬多人 這樣爆發幾千個二萬多人都有 那接下來就不單止西安了 你現在在廣東省一些地方 包括珠海、松山 據說都有這個爆發個案 西安又開始爆發了 那廣州也一樣 廣州白雲區那裡 我看到有些相片和視頻 白雲區那邊已經放了鐵 已經放了水馬在那裡了 那就是說這套這樣的封城 可能有可能回到廣州 回到中山 回到西安 那真的沒完沒了 就是有幾個個案 你就封城強檢 那強檢完之後 搞個大輪 那你就保證不了 真是封到清零 走了之後它就翻爆 翻爆之後又再封個城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個經濟就不用玩了 就是很多經濟活動都要停頓 特別你在上海福地 很多是做一些來料加工的那些步驟的話 那些投資者那個 就是計算那個 就是不同的物流安排的時候 是斷日計的 每日或者甚至每小時的差異都有影響的 那你可以想像 你突然間又封 封完之後又恢復了一輪 然後又再封這樣 用封力嚴厲一點這樣 那對於很多豪資者來說呢 它的生產活動根本是無法預計的 所以這個就引致有說法 就說很多外資都紛紛要走 嚇壩了 那外資走就非似於今天 就是一早已經有很多外資說要走的了 不過呢就走得 走的時間快了啦 近期就好像平靜一點 但是這一次可能就令到外資走的動力再一次加強 那你可以想像上海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如果那些青藏人口都外移的話呢 那剩下一些老人家在那裡的話呢 那中國也是一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的了已經 那這個國家的經濟根本就難以成 那所以北京當局用了這麼強力的封城強檢策略呢 事實上也都對經濟造成了十分之龐大的損害 而這種損害呢 很明顯是不可以事後追補的 那你沒有進口就沒有了 或者你沒有做到事情 那些生產線就會轉移了 那你見到無論這個越南啊 甚至戰火中的緬甸呢 他們都在增加他們的訂單 那所以就是中國政府這一套 絕對的清零 或者動態清零這套的策略呢 基本上我覺得就已經沒有得勝算了 不過現在就為了領導人的面子 就不肯放這樣 請回答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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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